第15届海峡论坛6月16号在厦门登场 习近平总书记向论坛致贺信指出 海峡论坛是促进两岸各界广泛交往 推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两岸同胞通过海峡论坛交流 交友 交心 厚执情意 奔进福祉 越走越近 越走越亲 确实如此啊 今年的论坛邀请了台湾政党 社团 及各行业代表等共5000余人参议 这是新冠以列遗坛后 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两岸民间交流活动 每逢两岸交流就要阻挠妨碍的民进党 这次也不例外 台湾当局陆委会早早地就要求台湾民众 不得与大陆方面合办论台湾相关活动 以及不得出席相关的活动 并以所谓的触法将威胁 这让人不由的好奇 民进党一向为美国马首是瞻 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将绑华 陆委会这么害怕大陆 为什么不去警告一下布林肯 叫他也不要来了呢 海峡论坛已经举办了14届 每年都有许多的台湾民众参与 怎么现在就有可能触法的呢 要交流是两岸的主流民意 一个致力于扩大民间交流的论坛 怎么就成了民进党的眼中钉了呢 台湾中国时报日前就发表文章称 沟通交流做不到 两岸难长久和平 明和报也批评民进党 所谓与对岸沟通的意愿 只是说说罢了 国家好 民族好 两岸同胞才会好 第15届海峡论坛的举办 恰恰证明 两岸交流不会以民进党的 抗中反中意志为转移 我们相信 论坛一定会继续长久的办下去 继续得到台湾各界民众的积极响应 这是民进党啊 无论用什么手段都阻挠不了